嗨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来做一个美妆淘宝视频 今天这个背景很有意思 是因为我是在这个书桌这录的 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 我先会从这个护肤品开始 然后再进入这个彩妆品 那我可能会时不时的这样低头 看一下是因为呢 笔记皇上又写了一堆笔记 我想把一些有用的信息呢 分享给大家 有一些产品呢 我已经试用过一阵了 所以呢 这个会分享一些使用心得 那有一些呢 这个产品我刚刚拿到 但是呢 我还会介绍一些比较好的信息 与此同时 如果有必要的话 我还会跟大家分享一些 比较好的英文单词和表达 好 废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进入主题 那今天第一个产品呢 就是来自苏菲娜的这款防晒乳液 这是它这个系列当中 比较平价的一款 我买的时候是20美金左右 首先非常吸引我的是 它这个瓶子 大家看一下 非常非常的漂亮 然后呢 感觉好像瓶身上 有蕾丝的这个东西包在上面 那这个是 30毫升 它的名字叫做 Sophina Gen Day Protector 然后它是SPF53个加 这个产品呢 我已经试用过一阵了 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这个感觉 是一个质地 非常轻薄的这种乳液 对 你看流动性很强 然后 味道也是非常的清淡 那 晕开之后呢 它吸收的很快 它涂开之后 就是那种 很轻轻的那种 淡淡的 很滋润的感觉 然后也没有那种泛白的那种 一层膜的那种感觉 在皮肤上 就是 一点点那种 很滋润的感觉 没有觉得很油腻 所以我觉得很适合 做这个妆前底乳 对 我觉得 比较推荐给大家了 因为它的这个性价比 是比较好的 只有20美金左右 好了 那第二个产品呢 是一款 洁面水 它来自威姿 给大家看一看 瓶身长成这个样 那 那我把我会念的这个英文的部分 来念一下 它叫做 3 in 1 Cleansing Solution 对 那 这个产品呢 好评非常多 我是在drugstore上面买的 我当时就想拿它当做这个 就是 卸妆产品来试一下 那在这个瓶子瓶身上 它说这款水有三个功能 给大家看一看 那第一个功能呢 就是 cleansing water cleansing water 就是 洁肤水 那第二个功能呢 就是 soothing toner soothing toner 也就是比较镇定的这种爽肤水 第三个功能呢 是 eye makeup remover eye makeup remover 就是 眼部卸妆液 它的这个质地就是水了 大家看一下 流动性很强 然后 味道非常的清淡 有一点点的那种花香的味道 那我已经试用了大概两个月了 说实话我觉得作为这个卸妆产品它是不太好的 是因为我每次在卸这个眼妆的时候 用它来卸眼妆基本上是卸不干净 抹了两三次还是会有残留物在上面 所以呢 我觉得 它可以当作一个二次清洁皮肤的水来用 那现在就给大家做一个展示 我现在有一个 Remo的这么一个眼线笔 那我在手上涂一下 好 那我们现在来进行卸妆 给大家展示看它这个清洁能力怎么样 我蘸取一点化妆水 然后呢 擦拭一下 看到吗 就是去掉了一些 但是还是会有残留物在上面 所以我觉得作为卸这种防水的眼妆是 它是达不到这个功能的 下一个产品呢 是来自非常非常有名的 英国的这个No.7 这么一个精华 它叫做Protect and Perfect Intense Advanced Serum 瓶身长成这个样子 那其实我在买这个产品的时候 我没有发现它这个瓶身上写的 Intense 意思就是它是一个加强版 也就是说这款产品有两个系列 这个系列呢 是没有Intense 这个名字 那另外一个系列呢 就是这个 我一不小心呢 就是买了这个系列 这个系列其实是针对那种深层的细纹和皱纹的这么一款产品 其实我应该买另外一个没有Intense 那个名字的这个精华 Anyway 它是一个这种乳白色的质地 这个质地非常非常有意思 就是它介于这种乳液和这种霜之间的一种质地 涂开之后呢 你会觉得是那种比较Velvety的那种感觉 味道非常的清淡 那我觉得涂在脸上之后呢 会有一种那种好像有一层膜在脸上 我现在呢 就是把它只当作局部的这个产品来使用 我会把它放在这个达到法令纹的这个部位 我用的时间还不太多 所以呢 我并没有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 而且我本身的纹路也不是很明显 但是这款产品的口碑是非常好的 在这个drugstore上面 所以如果你对这个No.7这个牌子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试一下这个精华 如果你是亲淑女就不要买这一款 因为这一款真的是适合那种孰领机的 哎呀实在是太郁闷了 这款相机呢 的电池特别不好 所以经常录着录着就没电了 哎 没有办法 我现在又换回了我万能的苹果手机 请大家见谅 如果画质下降的话 我真的想在这个过新年之前 把这个视频封献给大家 所以呢 画质请大家尽量 下一款产品呢 是来自屏幕 现在一个非常可爱的圣诞护肤铝盒 盒子长成这个样子 非常非常可爱 我是在这个回中国之前买到的 那个时候他们做活动 就是满25块减10块 你能相信吗 25块减10块 我觉得像白剪刀一样 这个呢是A Perfect World 那个系列 它的主打成分就是白茶 那白茶呢 就是会有一些抗氧化物 帮助你去提早的这个延缓衰老 那打开这个包装盒之后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 这个淡绿色的化妆包 第一个产品呢 就是他们家的这么一款洗面奶 叫做A Perfect World Antioxidant Cleanser with White Tea 长成这个样子 那这个呢 我已经在回国的时候把它用完了 可见我对这个产品的喜爱 那它是50毫升 它是那种非常非常清香的那种草本的味道 非常好闻 那我已经用完了 所以没法给大家做这个示范 相信很多人呢 对屏幕宣言了一款慕斯质的洗面奶 非常非常了解 那这款那款洗面奶非常有名 很多人都很喜欢 但是我本人呢 并不是很感冒 是因为那款洗面奶洗完之后呢 脸上会觉得色色的 而这一个洗面奶呢 就是它遇到水之后 你在揉搓之后会起丰富的泡沫 那把它冲干净之后呢 脸会觉得非常光滑 就感觉好像洗得很干净 没有干涩的感觉 所以我非常非常推荐给大家 那它的第二个产品呢 就是这个护肤礼盒当中的主打的 这个圆大小的面霜 它的名字叫做A Perfect Wild SPF 25 Age Defense Moisturized with White Tea 然后长成这个样子 非常漂亮的这种淡淡的绿色 我还没试用过 给大家看一看是什么样子 就是这种好像乳白色的这种泥的感觉 大家看到了吗 感觉好像很油腻 但是其实很清爽 然后涂开之后呢 很容易涂抹 非常清爽 不油腻 然后有那种淡淡的草本味道 很容易吸收 但是还会感觉这个皮肤 就是有点那种比较滋润黏黏的感觉 在这个官榜上 它说这款面霜是Oil Free 是没有油的 所以呢油性皮肤也放心使用 那另外呢就是这款面霜 还是有这个Antioxidant 就是这个抗氧化物 所以呢会帮助你去防晒 然后帮助你去抗衰老 那下一个产品呢 就是他们这个系列的一款爽肤水 名字放在下面我就不念了 都是一样的 那这款水的这个流动性是很强的 味道也是跟这个 其他两个产品的味道是接近的 也是非常清淡的感觉 那在官网上它说 这款水适合中性和干性皮肤使用 所以呢它有一定的这种保湿效果 非常非常好闻 然后这个水是50毫升 在这个礼盒当中呢 还附带了一个小小的这个lotion 让我给弄丢了 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放哪去了 给大家看一下吧 就在这里 看到了吗 是一个比较小 大概是10毫升到15毫升的 这么一个赠送品 我用了一两次 质地比较轻薄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清爽 对比较适合在这种 春天夏天使用 感兴趣的同学 我相信在圣诞节 他们家一定会做一些活动 所以千万不要忘了 去装会看一下 护肤品的最后一个 就是大名鼎鼎的这个神仙水 我就不多做介绍了 很多人都非常了解 我买的这个是一个套装 它还附赠了一个面膜 我用过了一两次 我觉得确实是效果比较不错 就是第二天早上起来 皮肤会觉得肤况比较好 比较镇定 因为有些时候 我在用了这个护肤品之后呢 第二天早上会觉得 还是有一些毛孔苏大 或者是有小痘痘的冒霜样的感觉 但这个用完之后 第二天就觉得皮肤 好像这种嫩嫩的 肤况比较好的 所以我觉得神仙水 还是非常非常神奇的 那下面呢 就进入这个化妆品的这个部分 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是这款 来自Skin Food 这么一款遮瑕kit 这么一个小盒子 那它的名字叫做 Royal Honey Density Concealer Kit 我非常喜欢这个盒子 因为非常小小 而且还有个小蜜蜂在上面 非常非常可爱 很适合放到包包里 随身携带做补妆工具使用 那它是这个Royal Honey系列 所以呢 它的这个产品有那种 淡淡的甜甜的糖的味道 那这个遮瑕膏呢 一共有两个色号 一个色号是这种比较偏橘色的 大家看到吗 我用的非常多 买了大概有两个月了 比较适合做这个 黑眼圈的这个遮盖 橘黄色和这个黑眼圈的这个颜色 青紫色是互补色 然后呢 这个是比较那种 稍微偏粉一点的质地 偏白一点 对就比较适合做这个 二次的遮瑕 大家看一下 看到吗 这个是比较偏黄的 那正好我这手上有一颗质 给大家做一下这个遮瑕的示范 怎么样 还不错吧 有点偏黄了 因为这个 这个黄色还是比较适合做这个黑眼圈的遮瑕 那这款这个遮瑕膏呢 质地比较偏干 所以我觉得最好在遮瑕之前 一定要做好这个保湿工作 这样它的附着力会比较好一点 下一个是来自ELF 就是那个非常物美价廉的那个品牌 那它是一个眼影盘 它叫做PRISM Eyeshadow 对 那这个系列呢 一共有三个色号 我买的这个色号 比较偏近有甜美的暖色系 它的名字叫做Sunset 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盒子啊 这个盒子在它这个纸盒的包装盒上的样子 是非常漂亮的 但是当我拿到这个 当我打开这个包装盒 看到这个本身的盒子 其实我有点失望 我觉得有点廉价的感觉 Anyway它只有十块钱 所以我觉得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那打开之后呢 这个比较小的眼影刷 然后里面是一共有六个颜色 除了我觉得这个紫色之外 其他的颜色我觉得都是比较常用的色系 那它的这个官网上说 这个系列的眼影是比较这种silky finish 就是比较这种丝滑的质地 然后呢会给你的这个眼睛 造制造出这么一种luminous and shimmery finish 就是这种比较光亮 这种珠光的效果 那现在呢就给大家做一下试色 好给大家看一下 哇这个显色度是非常好的 因为我没有使劲的就是涂抹 只是抹了一下 所以看到这个finish 确实像他说的这种shimmery luminous finish 显色度很好 所以我觉得包装差一点就无所谓了 产品好就行 对我觉得除了这个紫色之外 剩下的五个颜色 作为这个日常妆容都可以用到 那我很期待适用这个产品 下一个产品呢是来自爱丽小屋的一个 高光修容的一个拼盘 它叫做Golden Ratio Contour Maker 这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这个纪念品 是我和这个在英国的凡凡去天津玩的时候 我们去爱丽小屋买的 那它的这个盒子呢非常复古 我非常非常喜欢 它的这个中文名字叫做 修颜高光多用拼盘 然后我买的这个色号是02号 那01号呢是一个比较偏橘色的那么一个色号 打开之后呢 这个盒子呢 并没有包装盒那么精美 看这是包装盒看到没有 然后呢这个盒子是这样子的 就是一个像一个大巧克力一样 我本人会觉得说 诶怎么这样子 它有点那种benefit 那种复古的这种包装的感觉 那里面呢会附带了一个这种刷子 另外就是高光 然后修容的这个粉 然后是这个腮红 我还没有试过 我先给大家试一下吧 感觉这个高光的质地呢 就是比较的这种suttle 好像不是那种非常闪亮的感觉 好 我给大家抹一下啊 就在我的鼻梁上 在这抹一下吧 对 基本上看不大出来 在镜头上 但是呢还是有一点点看到没有 这种闪亮的效果 非常的suttle 我本人对这个修容并不是一个专家 所以呢我先想 先想去试用一下这个拼盘 看它好不好 但就现在来说呢 我觉得还还可以 但是这个高光的效果 没有我期望当中的那么明显 下一个呢是一个眼影盘 是来自 Too Faced的一个眼影盘 非常具有这个节日 细细看到没有 粉粉嫩嫩的很可爱 是之前 Sephora在做一个活动 就是满50-15块 对我来说 简直是不可能错过的机会 所以我就去那 想我必须要买一个东西 那最近呢 对眼影比较感兴趣 所以就买了这个眼影盘 它的名字叫做 Two Faced Passionately Pretty Eyeshadow Collection 它里面一共有15个眼影 那这个眼影盘呢 是德国制造 打开包装之后呢 excuse me 打开包装之后呢 是这个样子的 说句实在话 我本人对这个外包装 并不是特别感冒 就是有一点俗的感觉 但是呢 里面的眼影我是非常喜欢的 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眼影盘里面 还附带了镜子 然后镜子上面 还有这个Two Faced 这个花纹在上面 我觉得非常精致 那这个眼影盘呢 一共有15个颜色 可以看到就是 左边这个颜色 比较大地色 日常用的 中间这个比较甜美 那右边这个呢 比较冷色系 它的这个大部分眼影 都是比较这种shimmery 比较高光 但是我觉得有个别眼影 也是比较sparkly 那种闪闪亮的感觉 给大家做一下试色 先做一下 就是最顶上 这三个的试色 所以我觉得比较 适合这种打 这种闪亮的 这种提亮的 效果的眼影 大家看到吗 是不是很闪亮 然后中间这个颜色呢 这个藕合色 是比较这种 哑光的感觉 大家看一下 看到没有 是不是很闪亮 非常的这种 shimmery and sparkly 对 我非常喜欢这个颜色 很适合做这个 眼皮的提亮 然后在这个 眼影盘当中呢 还有附带了一个 眼影笔 很精致 它叫做 Perfect Eyes Waterproof Eyeliner 那我第一次 在试用这个眼影笔的时候 我真的是被惊到了 为什么呢 是因为它的这个质地 非常的懦软 很容易上妆 给大家看一下 看到了吗 感觉你在镜头上 感觉就像这个 液体的眼线笔一样 非常的软 非常容易上妆 然后这个笔呢 在另外一头 还有一个这种 可以孕染的 这么一个刷头 那我觉得这个 眼线笔 让我真的是 比较吃惊的是 我没想到 这个眼影盘里 会带一个眼线笔 而且这个眼线笔的 这个着色度非常好 而且上妆也很容易 另外它是Waterproof 是防水 所以我觉得 真的是比较好的 这么一个眼线笔 那关于这个眼影盘呢 有一点我想说的就是 在Sephora的网站上 有很多人说 这个眼影盘的着色力 并不是特别好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比起 刚才这个Elf 这个眼影盘 给大家示范一下 它的着色力 显色度并不是很好 拿中间这个来试一下 看见了吗 淡淡的这个紫色 显色度并不是特别好 但是呢 我觉得有一个解决办法 就是你可以拿这个 化妆刷 先稍微蘸湿一下化妆刷 然后再蘸这个眼影 我觉得显色度会好一点 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是因为它的这个 闪亮亮的眼影比较多 而且呢 这个颜色也是都 也都是我比较喜欢的 下面的产品呢 还是一个眼影盘 它来自 Costal Scents 然后它叫做 Revealed Palette 然后这个是 Till 它是有系列的 有一二三 三个系列 那它的这个感觉呢 其实特别像 Urban Decay的那个 Naked系列 只不过它是一个平民版 我在亚马逊上买到的 我当时买的时候是20块 现在呢 降到了大概是15-16块左右 所以呢 真的是一个 好评很多的一个产品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盘一共有20个眼影 它没有镜子 这是一个唯一的小缺憾 那这个眼影盘 它的这个颜色 就比较的这种 Rosy 比较甜美系 它的这个眼影的这个 Finish 有这种Matte Finish 雅光的 请看这个 就是比较雾面雅光的 然后像这个 这种金色的 看到了吗 就是比较shimery的 这种silky finish 这个眼影盘 我已经用了 两个多月了 我个人非常喜欢 我去天津的时候呢 英国的范围 也是用了这个眼影盘 它个人也是觉得 评价不错 首先是它的这个 显色度还不错 给大家试一下啊 比方说是这个 珊瑚色的这个颜色 看到了吗 显色度 还不错了 然后呢 再给大家试一下 下面这个 淡淡的这种 淡紫的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也是我常用的颜色 看到没有 是这种雅光的质地 是非常好的 再试一下这个颜色 我觉得这个颜色 是非常非常美的 一个 偏 这种叫什么 樱桃 对深的这种樱桃色 它是这种 雾面雅光的这种妆感 看一下 是不是很漂亮 大家看一看 是不是很漂亮 非常非常漂亮的颜色 很雅光 很适合做这种 眼窝的造型 轮廓的这个处理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眼影盘 真的是非常的多功能 而且呢 颜色有很多 选择有很多 另外就是评价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就去亚马逊买吧 下一个产品的是 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唇部产品 我已经在我的视频中 不知道说了几遍了 那今天呢 给大家看一下 两个新的颜色 它就是来自这个 美宝莲的 Elixir Color Sensational 这个系列 这个颜色 已经在我的这个包包里 有什么那个视频 出现过了 是一个非常甜美的 这种粉色系 你在看平身的时候呢 是这种珊瑚色 但它其实是一个 粉嫩的感觉 看到吗 非常粉嫩 所以呢 很好看 然后这个是 005号叫 Breathtaking Apricot 那这个颜色 是我前天刚买到的 我真的是太爱了 它的名字叫做 Signature Scarlet 然后它的色号是 020号 你看这个平身 感觉好像是那种 正红色 对不对 但其实呢 打开之后 它是那种 比较深的草莓色 你看 比较像我之前 用过的那个 YSL的43号 请看一下 你看这个显色度 这个滋润度 我爱死了 我觉得 哎呀 我怎么没早发现 这个颜色 那今天其实在视频当中呢 我抹的就是这个颜色 大家看到了吗 滋润度特别好 然后呢 你还可以 就是比方说 薄薄的涂一层 就让嘴有一点点的颜色 它有滋润度 然后另外呢 就是你还可以涂满 多涂几层 让它叠加 有令州很饱和的效果 其次呢 你还可以打底 之后做渐变唇色 所以这是我在 这是美宝莲 这个系列当中 我最喜欢的 这个唇部产品 那我真的是非常推荐 这两个颜色给大家 一个是005号 一个是020号 020已经成为 我的新宠了 我太爱了 看到没有 真的是很漂亮 对不对 好下面呢 是两个护发产品 其实是我已经 回过过的产品 我在两年前的 美妆视频当中 就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来自DHC的 一个发辣 它叫做 Nuance Hair Wax 对 非常非常可爱的 这个小盒子 然后呢 另外他们这个官网上 还有这么一个 比较乳液状的 这种发辣 叫做Milky Hair Wax 它都是同一个系列的 我非常喜欢这个 因为 我觉得它这个包装 实在是太可爱了 非常的这种粉嫩少女系 看到没有 对 然后呢 这个是我回过的产品 这个是我还正在使用的 是一样的 那还是给大家看一下吧 就是一种膏状的 这种发辣 然后香味 是那种非常非常可爱的 Pink Champagne的香味 很清淡 而且这个 我觉得这个定型效果也不错 但是呢 不会让头发很油腻 那今天我在用这个的时候 我超爱 它的这个质地呢 比 这个盒状的发辣呢 要稍微清爽一点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不喜欢这种 比较厚重的发辣的话 这个就很可爱 而且最近它的官网上 在打折 好像这个产品会 就是 discontinued 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我就很快就 把它拿到 好 给大家做一下示范 看到没有 非常轻薄 香味也是非常非常清爽的 抹在手上 你看 很清爽 然后你就这样 把头发抓一下 然后你的头发上 就会那种很清爽的香味 另外呢 还会有定型的效果 我真的非常喜欢 所以呢 如果你对这个产品感兴趣 请一定去这个 美国的官网 DHC的官网去买 好像这两个产品之后呢 就不会再出售了 所以你要赶快行动 哦 我没有在 呃 他们没有赞助我 我只是非常喜欢 这个产品 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所有的 DHC的这个 呃 护发产品 哒哒 是不是很可爱 还有这个发辣 因为拿不了了 所以我就不拿了 非常非常可爱 我非常喜欢DHC的 这些一个系列的 护发产品 耶 我终于说完了 我今天的产品很多 嗯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 这期视频 我非常非常抱歉 就是嗯 这个 我转成了手机路 画质不好 是因为最近的天气 实在是太差了 呃 实在抱歉 然后呢 我还是要跟大家说 如果有呃 有朋友觉得我 语速快的话 呃 请见谅 是我想把 比较多的信息 分享给大家 呃 如果你觉得就是 稍微我说话 有压迫感 呃 其实我也不是 故意想给大家 造成这种印象 那我希望就是 我的分享 对大家有所帮助 那我们就明年见吧 拜